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来说说一拳超人原作版145话 上一期我们说到,Neo Heroes的领导们正带领着自己的小队积极应对机械军团 杰洛斯按照驱动骑士的指示,来到了Bofi的三大重要据点之一 此时驱动骑士正站在某个楼顶,非常淡定地望着远处飞来的机器人 果然出现了高级机种 与此同时,这些高级机种也正分散于各处 看着眼前这破坏力增强的机器人,AXL表情异重 感生躲过攻击,便立马询问队友的情况 大家,没事吧?还算没事,但是不妙啊队长,那东西可能很强 看着这不停运转的机器人,AXL眼神坚定 我来处理,大家继续破坏步兵型的机器人 随后便见AXL花心上前躲过攻击 其身跳跃,巨斧落下,便直接将其从中劈开了 很好,没问题 维比加沙将,小心点啊,加油啊! 另一边维比加沙也在艰苦迎战 同样雷电亦是不敢掉以轻心 那是一掌一个机器人,推掌的风压波对付他们足够有效 一股作气上啊,别让他们继续嚣张下去 只见相扑历史们群情激昂 相比于此,城市另一端的布鲁则有些吃力 拳击加压炮不断射出,遭到了尿尿总部的叫停 你战斗过头了,布鲁,我教你先回总部一下 有没有听到,你的体力要保存下来,用于对付最大的敌人 附近大人担心敌方是不是还有秘密兵器没有投入 你说的是什么话,要是在这里撤退 我得到的这份力量可就没有意义了 水龙大人是新敌人,我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看着这漫天高级击中,水龙表情凝重 第二波吗?随后一试,民体恐龙拳直接干掉了一波 就这程度,那么就算数量多一些 在你有队长的主导下也能见面 但是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 虽然因通信障碍而有言辞 但Neo Heroes的指挥官英雄民体权的水龙 好像以正式干部的身份向我们发来消息了 是申请组成合作关系?虽然很显然 不是,英雄协会处理不来的,所以不要轻举妄动 Neo这边会搞定,这样 还有,特别是A级英雄的水虎太过鲁莽了 最好把他关起来别让他乱跑的样子 就算他那么说,但我们都被包围了,也只能干了啊 你有英雄明明完全没来帮我们啊 来了吧,你看这种包围网,从上空也会被击落下来呢 半斤几公里都无法进出,完全是瘟中之别 听着大家叽叽喳喳的议论,水虎有些奔不住了 哥哥还是老样子,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啊 突然一副英雄样,还摆出可靠哥哥的姿态,让人奔不住啊 多半是自以为是的分析的状况,然后发出通知吧 由于那致命性肤浅的情报,导致过度乐观 而最不能忍的是,他完全把我看扁了 现在哥哥估计正在战场上一脸轻松的打爆敌人 但要是认为自己依旧无人能敌,那可就错了 英雄协会里有操出常规的英雄 而且,他估计也不知道敌方有可能出现灾害等级龙有多恐怖 真正危险的,应该是那边才对吧 综合防御系统怎么样? 处于压倒性的劣势,已经有八成防御机器人被消灭 听此水虎烦躁的闭上了言 哦,我撤回前沿 我觉得这边现在情况最不妙 今天新来的真厉害啊 一边破坏机器人,一边徒手搬运建材 虽然我觉得这工程计划本身已经白纸一张了 可刚解决了地上的机器人 天上又飞来了一群,又来新的了 那些英雄动作也太慢了 一大帮人聚集起来还不够用啊 抹杀名单114号 原英雄狩猎者恶狼 我是机神万磁龙渣 我需要你的尸体 抱歉打扰你的日新脑洞 那我带你回去吧 嗯? 直见恶狼瞬间占据优势 吃手空拳的就将机器人打来个稀碎 靠,不管干什么都有人来烦我 真想告诉他们,要是这个世界光靠战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那会有多轻松啊 没有血肉也感受不到疼痛的一群废铁 随后又扛起了他的建材继续做他的搬运工了 真是够了,怎么回事啊 现在的文明社会就要结束了吗? 哎,小哥,怎么还打算工作啊 今天别干了,快去避难所 奶奶快点,走快点啊 快跑呀,真是的,至少跳两步走吧 奶奶膝盖和腰不好呢 不要说不行,要超越极限呀 生命危机关头拿出点拼劲冲刺下 避难所就差一点了 小波,要是有什么吓人的来了 你就跑,不要管奶奶 奶奶求你 我才不跑呢,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英雄呢? 肯定会来的 S级英雄呢?你要队长呢? 要是避难所被袭击了怎么办? 肯定是安顺序救助 到时候就会来救我们的 肯定没事的 嗯,换做是铁锹人 只要有小孩在哭,他就会赶来的 我说,奶奶,小波,快逃,快逃啊 我不要 小波,快点跑 不要靠近奶奶 不要管奶奶了 不要,我不要啊 变身 只见一个敲行人站在了小男孩身前 正义执行 真的有啊 铁锹人是真实存在的 都是真的啊 真正的英雄 你才是英雄 要是你想见到真正的英雄 你就去成为那真正的英雄吧 要努力变强哦 嗯嗯 好了,快去避难所吧 路上小心哦 你看到没 看得一清二楚 喂喂喂 那个拟探能力不会错的 居然能在这种地方发现他 简直是奇葩啊 果然我们运气超好 高兴的我都开始发抖了 维比夹杀抛下我们这些队员 散致单独行动 这是精心安排 要让我们成为全新的超级巨星啊 那混蛋 又在搞什么山寨英雄活动 妄想着东山寨起呢 名副其实骗小孩的现行犯啊 死心,死心 他是真以为改来面貌就能重启人生吗 垃圾怪人 内心也太丑陋了吧 而这群人正是 Nio微炭酸boys 就让新世代的偶像 我们 Nio微炭酸boys 来狩猎你这 你太怪人 圆甜心假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哦 谢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